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2017年9月19日下午2點14分 在墨西哥發生規模7.1的強震 造成224人立案 至少是四棟建築物全會或半會 全國民眾開始對地震的相關資訊特別留意 地震時若重波,重波就是上下震動的 重波會使地表上下震動 在地底的傳播速度 這個我們叫做Vertical 重波的波速是6公里 8每秒 然後再來我們看看這個橫波 橫波就是左右擺動的 橫波我們用VH 好兇喔 這個是等於這樣 5公里每秒 橫波跑得比較慢 試問 某次地震發生時 上下震動之後 上下震動之後就在忙一點 上下震動之後的話 3秒之後 3秒才感受到晃動 晃動就是左右了 也就是說 剛重波傳到這裡的時候的話 橫波已經在這裡 那橫波從這裡到這裡傳了3秒 那橫波的波速是5公里每秒 所以這個距離多少呢 這距離就是5乘以3 等於3秒 535 這距離是15公里 好 那麼他們說 只要地震正圓 正圓假設在這裡 離我們 我們就在這裡 多少公里 假設這是X的話 這個就等於3 這個等於X減掉15公里 好 那橫波從這裡傳到這裡時間 跟從這裡傳到這裡時間是一樣的 好 那所以時間 這個T等於多少呢 等於這個是 嗯 那個X除以多少呢 X屬於這個重波的波數 那也會等於X 減掉15 除以橫波的波數 那這樣我就可以把X算出來 交叉槍成 5X等於6X 減掉多少呢 減掉90啦 15乘以6是90 所以X等於多少呢 移過來移過去 X等於90 90公里 所以波緣 距離我們這個地方 它是90公里 所以大家應該要選C 所以大家應該要選C также 我們可不可以的 我們可以去看 我們可以去看